哈喽大家好 腐竹平常咱们都喜欢吃 炒着吃 炖着吃 炸着吃 都非常的好吃 可是腐竹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个腐竹非常的难泡 有的人用凉水泡 有的人用开水泡 其实都错了 泡出来的腐竹还特别硬 时间还非常的长 今天给大家分享 饭店泡腐竹不外传的方法 下面跟视频起来学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腐竹 我们把腐竹 给它掰成一小段 一小段的 这样有利于快速的泡发腐竹 掰好段的腐竹 放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我们里面加入些白醋 少许即可 白醋能把腐竹 快速的给它软化 软化后的腐竹也能快速的泡发 然后盆子里面我们加入开水 再加入些凉水 它们的比例呢 是1比1 全部加进去以后 我们把它们全部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这时的水温呢 大概就在40度左右 40度的水温 是泡腐竹最快的水温 然后呢 我们把腐竹在盆子中 给它静置5到10分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腐竹已经全部泡发开了 用手撕一下 里面没有一点的硬心 而且泡发的时间非常的短 方法非常的快速 泡发的腐竹还非常的好 今天呢咱就用泡发好的这个腐竹 给大家分享一个腐竹好吃的家常做法 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青椒 用刀把它们一封为二 然后呢 把青椒我们给切成菱形状 切好青椒放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半个的胡萝卜 把胡萝卜我们先给它切成片 切好的胡萝卜片 放入到刚才的盘子中 暂时的备用 准备两瓣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切好的蒜片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段大葱 把大葱抹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葱花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这边加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我们爆香葱姜蒜 把葱姜蒜我们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我们下入胡萝卜和青椒 把胡萝卜和青椒 我们给它翻炒到五六七八下 翻炒至断生 翻炒至断生以后我们下入泡好的胡萝卜 然后快速的翻炒到五六七八下 把胡萝卜里面的豆腥味咱们给它炒出来 炒好以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些生抽酱油 少许 食盐一小勺 鸡粉一小勺 来一点蚝油 然后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最后出锅之前我们来一点香油 再简单的翻拌两下 出锅了 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烧腐竹就烹饪完成了 今天呢 泡泡腐竹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 大家试试吧 麻烦由您发财销售 在这里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让更多的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